大家好 我是Pagoda的HK六级老师 郑强瑞老师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我们的考试也马上又要到了 大家也一定都准备好了吧 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我们听力部分的一些提醒 还有我们答题的时候重要的地方 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现在大家和我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 老师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提 第一个部分我们是听力的第一部分 最近考试应该说有一些难了 比去年难一点 所以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可能需要理解的要多一些 但是有的学生会说 我理解能力没有那么好 我单词量没有那么多的话怎么办呢 那就是要找到一些方法 对吧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按照今年考试 就长出的这样的提醒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那听力的这个第一部分呢 特别是今年我们开始呢 出来的这种名词啊 对吧 名词出现的呢 特别的多啊 对不对啊 像我什么 什么这个足 那个足 对不对 还有什么这个花 哎 那个花啊 对不对啊 所以非常的多 这样的名词 所以呢 一般的话呢 说这个名词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强调呢 是它的特点呢 就是说很重要 所以呢 我们在去听的时候 在听之前 我们要看答案 对吧 因为答案呢 是什么啊 它都是什么 因为是名词 所以ABCD啊 一般的话呢 我们这个答案都是一样的 比如像这样的 对吧 所以这样的名词呢 出现的非常的多啊 对吧 所以呢 那我看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名词啊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个人的这个观点 那个人观点的时候呢 有的学生在听的时候 有点听不清楚 对吧 所以呢 老师今天呢 就告诉大家呢 要听一些重要的词汇 说这个词汇出现的话 它的后面呢 很重要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注意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这个题 对吧 那第一个呢 刚才老师说的 这个是我们的名词啊 对吧 我们说这个名词出现的时候呢 都会有相同的词 这个出现 对吧 有的 大部分啊 是相同的词出来 因为是强调呢 它的这个特点啊 对吧 特点的这样的词 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个答案的话 我就知道 它是那种专有的这样的名词 那我们在听的时候呢 这样画一下 完了 看呢 后面的就可以 我们把集中力 注意到这个后面就行了 看什么样的特点 说哪一个字和它完全一样 但是现在呢 我们说完全一样的这个答案呢 越来越少了 对不对啊 那怎么样 经常呢 会给你换一些词 对吧 一样的意思 满足啊 满意啊 对不对 这样的 比如说像什么优势啊 特点什么 它的优点呢 优势啊 这样去出这个题 对吧 那我看第一个这地方呢 就是 要借助的绳索 对吧 那借助呢 大家知道是那个 一用和达 对不对 就是利用的意思 那说利用什么呢 绳索 反正我们知道呢 是一个人 对不对 什么什么人 对不对啊 我们听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后面的 那建筑工人 所以这里面重要的是什么呢 这个绳索 这里呢 什么 建筑工人 第三个呢 什么 楼下 爬到 楼顶 那这里是什么 是重要的词 所以呢 我们在听的时候 要注意 答案 一定要看清这个答案 每一个答案呢 不是所有的都看 里面中心词 对吧 所以这就是一个方向的问题 对吧 那这里面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说 职业是什么 建筑工人呢 还是老师啊 是这样的意思 对吧 所以呢 像这里面 我们就说试试 职业方面的 对不对啊 像这里呢 什么 刷 啊 纸呢 粉刷墙壁 那说他呢 到底是干什么的 这样的意思 对不对 他工作的内容是什么 所以就是我们说 这个里面的这个 蜘蛛人 所以我们在听之前呢 我们要判断 对吧 他哪个词是重要的 刚才老说 方向啊 对吧 职业呀 工作的内容啊 对不对 就像我说 工作的内容 对吧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刚才呢 那我看这里面 我们去听的话 那刚才呢 我们去听的话 我就知道了 那他说的 这是什么 蜘蛛人 那说蜘蛛人呢 是做什么的 他怎么做 对吧 怎么样 这个工作 这个是中心词 所以我们刚才 去听到 我们看 一般的是指那些 攀爬在城市 大厦之间的 清洁工作的人 做清洁工作的人 那我们知道 他这里面是建筑工人 所以他 不对 对吧 所以我们去 看题的时候 大家一定的 要注意这个 名词出现的话 他有一些 相反的意思的 会出现 对吧 或者是不同的 一定要记住 那这里面 第三 下面啊 他说他们呢 依靠一根 钢丝绳 和一根呢 作业绳 把自己呢 悬挂在 这个几层 或者十几层的 这个大楼的时候 外面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知道 他们工作的时候 要什么呢 依靠 这是中心词 其实依靠呢 也是用的意思 对吧 靠嘛 就是用 对吧 利用 所以那是 以用下它 借助 也是什么 用的意思 所以呢 我们选的是什么 是借助 是借助 那他们呢 是什么 是同一词 对吧 所以说 他 蜘蛛人 工作的时候 需要什么呢 需要绳子 对不对 那需要绳索 所以呢 答案 就是 A 对吧 随便 我们知道 这地方不对 还有呢 下面 从楼顶开始 缓缓的下滑 那我们就知道了 它是从楼上面往下 对吧 所以方向错了 对吧 所以后面说 粉刷墙壁嘛 它是干嘛的呀 清洗的 对不对 清洗啊 那大家都看到 我们在生活当中 也会看到他们 在楼什么 从上面往下 一点一点的擦 这个外墙 或者玻璃 对不对 所以我们管它 叫蜘蛛人 对吧 就是我们电影里面的 是不是 那个蜘蛛人一样 在墙的外面 所以呢 我们这个答案呢 是A 那这个题 告诉我们什么呢 大家在去看的时候 是找每一个句子里面的 中心词 而不是所有的都看 因为所有的都看的时候呢 我们要浪费什么 时间呢 要用很多时间呢 所以我们只注意 每个部分的 这个中心词就可以 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是我们说什么 是名词出现的 我们应该呢 怎么去做 大家都明白了吧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题 对吧 那看第二题 这是老师给大家加上的 这个就是根据这个第一题 我们说有一些特点嘛 那老师总结一下 给大家说一下 那这里面一些名词的话呢 我们还有一些什么呢 就像上文呢 那个A 依靠和借助 他们呢都是什么 那种同意的 或者什么 就是近义词 对不对啊 意思呢 差不多 对吧 是这样的意思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它现在的变化呢 大家要注意啊 我们在听力第一部分的时候呢 特别是说明题 它有的时候呢 这个答案选项 和文章的选项 长短有变化 像以前呢 我们听的时候呢 相同的词 这个出来 对吧 有助于什么缓解压力 对吧 那这里面什么 有助于缓解什么压力 那现在呢 是这样的变化 你看哦 说安检门的两侧 会产生迅速变化的磁场 那我们在听的时候呢 是内容是这样出现的 但是答案呢 安检门会产生 对吧 会产生磁场 所以把一些那种描写的词 都去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家呢 要注意 对吧 那有的时候呢 会变短 有的时候我们的答案 可能会变长 对吧 但一般的话呢 都是什么 这个答案呢 会变得更简单一些 所以这时候 大家听的时候呢 要这个注意 对吧 也许可能这里面 就一个词汇出现了 对吧 会产生磁场 是这样的 所以呢 根据这个内容 那我们选的答案呢 就是这个A 所以呢 就说大家要注意呢 他说一句话以后呢 这个答案的 这种长短的 这个变化 对吧 特别是最近考试呢 我们出来的呢 有一些多 对吧 大家呢 要注意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 下一个呢 这是什么 这是个人观点的提醒 那个人观点的提醒呢 大家都知道 那是什么 我们在去看这个选项 有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 像那个名词出现的时候 很容易嘛 对不对 它不是什么 一个议论的 或者观点的 这个不是 那什么呢 像什么 后面出现什么 应该啊 要啊 不要啊 不妨啊 需要啊 对吧 这些呢 是告诉大家呢 说要怎么做 说这样做 这样做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答案 我们一看 那它就是什么呀 应当怎么怎么样 要学会什么样 对不对 做事要怎么样 所以根据这个 我们就知道 它是一个 个人这种观点的提醒 也就是说 我们说议论的提醒 对吧 还是这样 所以大家呢 要注意 你这个要啊 或者不要啊 这个后面的内容 是中心词 对吧 那我们看 刚才呢 大家听到了 他说什么呢 说学贵有横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智学呢 要有横心 要有毅力 对吧 那这样的话 我们知道 到这里说 其实呢 这句话 也可以推广到生活 事业等方方面面 在人人都渴望 一夜成名的年代 这句话 去告诉我们 做事要坚持 不能轻易放弃 那这里呢 我们这里面有两个 一个是要坚持 还有呢 这个意思 是说 要有横心 有毅力 那 有横心 有毅力 也是坚持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说 做事怎么样呢 坚韧的毅力 你看 这个句子就是老说 它家变长了 原先呢 你看 有毅力 它前面有一个什么呢 坚韧的毅力 对吧 它的意思是什么 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它只是通过 加一个词啊 或者少一个词啊 对吧 来什么呀 来骗我们 是不是 我们只要听到的话 理解的话 那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什么 刚才老说 有后面的嘛 这个毅力啊 横心呢 都是重要的 那我们其实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什么呢 我知道它的观点是什么 那就是 做事情呢 要坚持 有横心 对吧 那他们呢 是一样的意思 对吧 如果呢 考试的时候说 没有这个 有毅力 那我们去选择的 也是什么呀 是一个坚韧的毅力 因为坚韧的毅力 就是说它坚持 不放弃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在观点的这个题 大家去听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它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那说应该要 后面的内容 它是重要的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去选择的时候 那这里面很容易就选到 这个答案呢 是 D 对吧 所以呢 这样的体验 我们在判断的时候 D 是答案判断 第二 在听的时候 根据词去听 这样的词出现的话 我们看后面的内容 是表达它个人观点的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题呢 大家要这个注意啊 对吧 特别是还会出一些 进词 因为最近呢 考试呢 我们相同的这个词 越来越少了 所以大家呢 一定要小心 对吧 好 那下面呢 是什么 是我们今年啊 老师都参加这个考试啊 所以 这几次 就是常出现的 在第一部分 这几个词 所以大家呢 要这个注意 对吧 第一呢 说是原本 什么意思呢 你说 在文章里面出来的 但是答案里面呢 没有原本 怎么怎么样 对吧 因为我们在 今年这考试 有两次出来 这个词了 对吧 所以老师拿出来 给大家呢 看一下 这句话呢 原本是一所呢 提学校的校训 那说原本 对吧 那下面你看 这句话 原式 对吧 所以呢 它给变一下 那原式呢 体校 校训 对吧 也是变短了 所以大家知道 它的意思呢 是一样的 对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什么 是这个词 是先 事先呢 大家都知道 是我们做事情之前 先要准备的过程 对不对 说事先怎么样 对吧 说老师在上课之前 事先呢 通 什么 通知我的这个 就给我 对不对 说我的助教 你要把什么什么 要准备好 对不对 那这里面呢 电视节目 观众说 应该呢 校的片段中 插入呢 事先 录好的笑声 那我们知道 事先的就是 事情之前嘛 对不对 所以答案呢 会出现这个 校生呢 要提前录制 这就是考试的 题的样子 那我们知道了 这是他要小心 对吧 还要给你换词啊 最近我们在第一部分 也是比较多 这样的题 那最后呢 这三个是什么 是来源 文章呢 它会经常会出 你看 获得的是从 对吧 从哪里获得的 和什么呢 和这里面的 来源于哪 这个呢 是一样的意思 对吧 从父母那获得的 那是来源于父母 明白吧 所以因为这几个词啊 在我们考试的时候呢 说第一部分 或者第二部分 常出现了 所以呢 老师把它拿出来 大家呢 一起看一下 他说 万一说 以后要出来的话 那我们一定要什么 去选择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今天讲的这个第二部分 对吧 那第二部分呢 那我们都知道呢 文章的很长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刚开始听的时候呢 龙母说 对不对 很害怕 是不是 所以大家呢 不要害怕 因为呢 我们在去听的时候呢 因为第二部分呢 是有规律的 像老师以前讲过 我们个人信息的 对不对 那种个人信息的话 出现的话 我们一般都是在什么 在最后一个题出现 但是呢 在文章里面说的时候呢 一般呢 是在前面说 因为我们一般答题的时候 都是16 17 18 19 20 对吧 那个人信息呢 经常在20 这里面出现 这就是一个规律 所以呢 我们再去听第二部分的时候呢 你最先看的是最后一个题 是不是个人信息的 什么爱好 经验 对吧 我们的经历 还有什么 最近出来的非常多的 是他的想法 比如说他的观点 他认为什么好 他认为什么不好 他什么觉得什么什么好 他觉得什么什么不好 对吧 所以呢 最近考试 他呢 出来的比较多 像以前呢 经常出现什么 那种职业的 这种身份 对吧 就说什么 他是 做什么的 什么导演呢 对吧 导演呢 演员呢 对吧 编剧啊 是这样的 那最近呢 现在这个呢 越来越少了 那个人的观点 越来越多 在最后一个题 但出现的时候 在哪里呢 前面 第16题啊 第17题 在说的时候 所以呢 这就是他的规律 那今天的老师给大家 拿来的是什么 这个特殊的 还是这个词汇 我们在听的时候 特殊的词汇的时候 我们要小心 要注意 根据他 就是我们听的 这个信息 对吧 那我们看 第一个是这个词汇 第二个是什么 是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是表达的 就是被采访者 对吧 就是表达的 被采访者 观点的句子 刚才老师说的 是最后这个题 因为这几次考试 这样的题 出来的比较多 就是他认为什么 觉得什么 就是他的观点 在最后面 对吧 他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对吧 所以那我们看一下 那第一个呢 是我们在去听 这个题的时候 它会出现的 对吧 那我们一般说16 因为考试的时候呢 我一般的都是 16 17 18 19 20 那刚才老师说的 20题的时候 是个人信息的题 或者说最近考试 也有19题出现 如果这两个题 有个人信息 当然我们要先看 这个个人信息的 对吧 完之后再从前面听 那听的时候呢 要注意 出现个人信息了 出现他的经历 他参加过什么 他以前是什么 现在是导演 以前呢 写过剧本 他是编剧 这都是重要的地方 所以那我看这个 根据这个的话 我们看他说 好的漫画家呢 不是跟着潮流走 而是呢 引领 风潮 所以这个句子出现的 就是一个不是 这个而是 所以我们再去一听到 这样的句子 对吧 我们今年考试的 这个句子出来了 对吧 那一听到这个句子 我们就知道 不是而是呢 这里面呢 是强调的是哪一个 说不是A 而是B 我们一听到了 那我们就知道了 B是重要的 比如说 而是后面呢 是他的观点 他想要强调的 所以呢 我们说 那是什么呢 就是引领 风潮 那风潮呢 我们知道 引领 是最前面的意思 领着他 对不对啊 那我在前面 所以引领风潮的意思 就是什么 他是现在是最流行的 走在最前面的人 对吧 这是引领风潮的意思 明白吧 所以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呢 那根据这个句子呢 我们去判断出来 就是什么 能引领呢 潮流 那还是呢 老师说的 最近考试题的变化最大的 就是这里啊 就是一些同义词 对吧 近义词 所以大家呢 要小心 对吧 刚才老师说了 风潮呢 也是潮流的意思 也说在最前面的人嘛 对不对啊 就很时髦的人 对吧 很流行的 这样的 所以这是我们的答案呢 就是A 所以呢 我们在听的时候 这种特殊的 这种关联词出现的话 我们一定要注意 对吧 因为第二部分呢 怎么答 大家可能都知道了 所以老师呢 只是呢 把今年的 就考试说 变化的这个地方 还有常出现 这个答案的地方呢 给大家呢 说一下 对吧 那是我们的 第一个题啊 对吧 第二个呢 这是什么 就是 不在于呢 说 而在于 对吧 老师出来 这个几个词啊 拿出来 就是因为 几次考试啊 那时候出现了 这样的词 在第二部分 或者第三部分出现了 所以呢 老师才拿出来的 对吧 那这个我看一下 第一个 他说 如何创作一个好的作品 当然 我们在去听的时候 应该是先看到的是这里 对吧 先看到是这个答案 所以根据这个的话 我们想 他应该是什么呢 那就是 也是个人的观点 对吧 首先第一个 我们强调是个人的观点的 那说 这个人在问的时候 一定是回答的那个人 就应该怎么怎么样 对吧 那我看 创作一个好的作品呢 最重要的 不在于呢 技巧如何 而在于呢 是否有让人感动的内容 所以呢 这个句子和刚才的 不是而是 都是一样的 他想要强调的是后面 所以我们在去听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对吧 所以我们在看答案的话 是什么呢 内容 那前面说的是什么呀 技巧 那这里面有两个 对不对 一个呢是技巧 一个呢是内容 那我们就知道了 或者B或者C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 他俩的关系的话 我们的答案呢 就很容易 选的是 C 对吧 后面的 而在于 对吧 不在于 而在于 所以你看 根据这样的词 一出现的话 我就很容易呢 去找到 我要选择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什么 明白了吗 所以呢 老师是 把这样的题啊 那说经常出现 这样的地方呢 说这个词 给大家拿出来 说今天呢 给大家呢 说看一看 那我们以后考试 要注意一下 对吧 那下面的话 是什么 是老师告诉大家呢 在去听的时候 一些特殊的词 出现的话 我们要注意 对吧 比如说像 第一个这个地方呢 说19题 19题呢 这里面呢 我们看到 他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 特殊的词是什么 叫关键 还有一个 觉得 老师 为什么要拿这个题呢 因为呢 我们今年考试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出来好多次 就是这个觉得 还有什么 认为 觉得和认为呢 都是说一个人的看法和观点的 所以呢 我们考试的时候 还说出来这个 对吧 就是您怎么看 还有的 对什么什么的看法 认为 觉得 他们都是一样的意思 都是这个人的观点 所以呢 他们在出现的话 一般的话 我们现在也是都会有题出现 而且这样的题呢 他是在前面说 比如说 这地方 17题结束了 对吧 还在说18题的时候 他说这个内容 但是呢 他这个题是在 19题出现的 所以呢 我们再去听啊 大家只看18题的话 那就完了 对吧 所以刚才老师说的 对吧 这是我们以前考试的 这个题型啊 对吧 那他呢 去出现在19题 我们现在看的是18题的内容 答案 对吧 那选项啊 我们再看 所以这样的话就不可以了 所以我一听到这个题 什么 觉得 对吧 看法呀 怎么看 认为 一听到这个时候 我们就知道啊 他是个人的观点 所以呢 一般都是后面的 那你看 刚才 我们再看的时候 后面有没有 这个方面的 内容 所以呢 我们去留意一下 去看一下 那就知道了 他说什么呢 对事物人 结果发现 越是纯 对吧 那说 越是呢 纯洁简单的事物 往往呢 能打动人 但说 能打动人 感动人 那是什么呢 是简单 纯洁的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去 选的时候 就是什么 简单纯洁的 你看 他这个答案的 一般的话呢 不难 就是因为 他不是按照顺序 所以呢 很多学生 就是很简单 但是 刚才你没有听到 没有看到的话 这个就过去了 那我们 第18题 答完以后 对吧 再看第19题 的时候 已经没了 那他在说 20题的内容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 在第二部分的 那时候 今天老师说的 这个第二个 这个地方 对吧 要注意一下 第19题 对吧 有的时候呢 个人信息啊 专业啊 爱好啊 那个经历啊 对不对 这是呢 以前常出的 那这个呢 现在呢 是我们现在 常出的地方 对吧 这几次考试啊 其实都有 这样的题 我们这三个 对话的内容 对吧 都会出现 这样的题 所以大家呢 一定要 好好的 这个看一下 对吧 老师说的 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吧 好 那下面的话呢 也老师也是根据 我们啊 这个考试的 这个题型的样子 给大家做了一个 这样的这个题啊 是什么呢 就是 刚才也是老师说的 刚才是19题嘛 那这个呢 一般的是20题出现的 对吧 当然 他也是什么呀 也是个人观点的题 因为最近出来的比较多 你看 这次考试呢 是按照呢 说看待的 您怎么看待 对吧 24节气 在当今社会的价值与意义 所以一般的话 首先我们听到的话 第一 是这个看待 第二呢 是什么呢 是价值和意义 一般这样的词出现的话 它都是重要的 就像我们以前 对吧 那是什么罪的问题 对吧 他认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对吧 所以有这样的词出现呢 那都是中心词 你就要注意后面的内容很重要 那这个里面也是一样的 看待 觉得 认为 对吧 我一听到了 那就知道 这个意义啊 价值 那就是重要的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这个答案去选择的时候 也是他只是问 哪一项正确 对吧 你看这里面 那根据这个大家知道 什么 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节气点 共同的节日活动 能给人带来呢 共同的感受 进而提高人们的凝聚力 那说这就是节气 所以根据这个内容的话 那我跟他说的 那我知道 看哪一个呢 不同的节气呢 感受相同 那这里面什么 共同的节气活动 是相同的活动 所以他不对吧 还有什么呢 那是提倡什么 孩子要回家 这已经没有的内容 对吧 那安音的说 主张改变传统的节气 这个没有 是不是 传统的节气怎么改变呢 对吧 那一般的如果不改 对吧 那传统嘛 对不对 那文化 那第一个是什么 认为节气 对吧 可增强人的凝聚力 所以这里面凝聚力提高 他呢 增强 对吧 那这样的题呢 是为什么我能判断出来 它是重要的呢 就是刚才老师说的 对吧 这样的词 还有他 最重要的是什么 因为觉得嘛 对吧 所以这样的题 不管他在哪里 是17题后面出现呢 或者16题后面出现呢 或者说19题后面出现呢 对吧 那他呢 一般的都是什么 我们一般都是最后一个题 对吧 那他出现在最后 所以这个地方呢 大家一定呢 要小心 特别如果简单的话 那这个答案里面有 对吧 你看 认为嘛 主张都是他的什么呀 他的想法 对吧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的说的规律 对吧 所以呢 那今天呢 老师给大家呢 拿出来这样的这个题啊 那说我们第二部分的时候呢 大家要小心呢 说怎么去答 不能让他说过去 我没有听到 对吧 什么样的题在最后面 对吧 所以这个大家呢 一定要记清楚 那我们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最后呢 老师也希望呢 大家在这次考试啊 能取得呢 很好的成绩 好 那我们再见 glob盘 你 好 河